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百五十六集 听到老丈人说的一番话 范贤忍不住摇了摇头 问道 四顾剑难道也会出手吗 林若甫微笑望着他 云瑞如果不疯 自然不会做这样的安排 如果他真被陛下和你们逼急了 谁能说得准呢 陛下一身之安危 且是天下之大事 他若死了 有太多的人可以获得好处 前任相爷正则说道 除了你我这些大庆的臣民 庆国皇帝如果死了 北齐自然是最高兴的 东夷城也会放鞭炮 而庆国只怕马上就会面临着 无穷无尽的灾难 林若甫最后说道 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庆国的敌人都会团结起来 你先前说死不见 为什么不说说苦和 半仙的嘴里边有些发苦 不想接这个话 林若甫冷笑道 君山会 不是君山会的人 只要愿意 随时都可以加入进来 云瑞居中联系 这才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半仙明白这一点 长公主与北齐太后之间的私交极好 而且与东夷城也一直狼狈为奸 他忍不住苦笑说道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他忽然皱眉说道 我们能猜到 陛下也一定能猜到 他为什么 不先下手为强 包间里边安静了许久 林若甫才温和开口说道 先前说的是云瑞的事情 他虽然是疯的 但我毕竟和他相识二十年 自然能猜出他会做些什么 可是 陛下 林若甫忍不住露出一丝赞叹 虽说他曾负我 但我必须说一句 谁也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或许 他正等着那一天吧 也许 他是自大到了一种脑残的程度 但先不知所谓地想着 那我该怎么办呢 林若甫轻声说道 你原初 不是打算当看客吗 只是如果事情达到了某种程度 不论你愿不愿意 终究也是要上场演戏的 而在当下 不论从哪个角度出发 你必须牢牢地站在陛下这一边 反贤心想 这是废话呀 自己就算站到丈母娘那边 想站到他那边 可被你这老丈人一下 哪里还有那个胆子 去和疯子一块玩啊 自在苏州时 范贤便一直期待着吴州之行 因为他知道 面前这位老相爷 虽然这一年 脸生静气的 犹如已经在世上消失一般 但那只是为了防止 皇帝陛下的警惕 从而刻意摆出来的一种姿态 当然 假作真实 真意假 姿态白久了 这种感觉 往往也会渗到骨子里去 范贤很欣赏岳父这种 敢舍敢得的气魄 朝堂不可久居 便倾身而去 什么条件也不需要细谈 反正在京中留下了范贤 这么个尾巴 给足了陛下面子 朝廷自然会给光荣退休的前相爷 一丝脸面 这种政治智慧 让范贤很相信岳父大人的判断 所以今天这番话听下来 虽然有些发寒 有些隐隐的兴奋 但更多的时候 却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准备应对 马上就要来到的风波 风波难定 虽说脚浪花的手 也有自己的意志 但似乎范贤把这事情的影响力 还是想得小了些 了解了长公主的想法 却未能马上捕捉到皇帝陛下的心思 不过范贤终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对于他来说 这个世界上知道绝大多数秘密的是那位老脖子 知道另一部分秘密的是自己的父亲 知道另一些秘密的是自己的岳父 这三个人 便是庆历新政后五年间 庆国皇帝陛下最得力的三位下属 庆朝的三位干臣 范贤记得清清楚楚 在自己从丹州到京都之前 自己的父亲与陈平平如同陌路 基本上没怎么说过话 林相爷和陈平平更是朝中最大的两个对立面 准确来说 这三角从来没有互通生息的可能 而这一切随着范贤的入京 随着他与婉儿的婚事 便变成了固执堆里的姿态 在那时的天下 除了庆国皇帝之外 又多了范贤这样一个可以聚拢三位老人的资源 共享三方面信息的幸运儿 对于范贤来说 如今的他甚至比这三位长辈都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只是这种幸运或者说实力 似乎不能放在一个臣子身上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三角之中必然有一个要退下 在乡临若府因为皇帝陛下不是发小的缘故 便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 偶尔范贤闷心自问 才发现自己的出山 对于临时一族来说 确实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当然 皇帝陛下是不可能就此罢手 所以才有了春末时京都朝会上清查户部的仪式 范贤从沉思中醒来 忍不住摇了摇头 明明朝廷里面还有那么多问题 皇上就抢先在那儿杀狗 可是猎物还没有打掉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皇帝的信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江南的事情我就不问了 林若府打断了他的思绪 缓缓说道 我相信你的能力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 这一趟下江南 你做得有些挑脱过头 不过 想必你有后手 这是年节时 你要回京树职 做些准备的好 尤其是不知道 那些人会什么时候发动 范贤想了想 忍不住笑了笑 说道 您放心吧 没什么事的 林若府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赞赏他看着面前的女婿 看着年轻人脸上浮出的沉稳和自信 好奇问道 陛下的信心 有过往的历史做证明 而你 这无头无尾的自信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范贤想了会儿 笑着回道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的运气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 林若府哑然 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扮上之后 和声说道 你对袁洪道 有什么看法 范贤畏畏意证 他知道 袁洪道这个人 乃是当年相府的清客 也是林若府交往数十年的好友 只是似乎 后来在林相下台仪式之后 这个叫袁洪道的人 扮演了某种极不光彩的角色 如今此人已经隐隐成为信仰的第一谋士 毫无疑问 便是卖有求来的容啊 范贤不明白岳父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人 皱了皱眉头 又想到 当初岳父 似乎并没有想办法杀死此人报仇 更觉得有些古怪 袁洪道 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也是一个很洒脱的人 林若府微笑说道 我始终想不明白 他为什么会出卖我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闫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难道不是长公主的人吗 云瑞 有这个能力吗 林若府叹息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 我对洪道的恨意 也渐渐淡了 所以总有些不明白 当时这件事情的真实背景 你替我问问他 林若府带着一丝冷漠说道 为什么 反贤郑重点点头 心想 这次问候 不是用剑就是用弩啊 林若府看看他的神情 摇了摇头 说道 日后 郑重如果真的乱了 或许 他可以帮你 反贤微正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林若府陷入了沉思之中 也在私存着这个问题 京都外 那个园子里的老脖子 或许 正在得意 反贤一行人在吴州 又待了数日 寻得空闲的时间呢 他便会在书房里边 向自己的老丈人请教 一方面是想知道 一些当年的旧事 另一方面 也是想向对方学习 朝政中的手腕 虽然说 他也是两世为人 有着先天的优势 与丰富的生活经验 只是在这些方面 明摆着 有一位千古奸相在侧 自然是不肯放过 往年初始北极的时候 在马车之中 范贤也曾经 向肖恩大人学习过 这便是范贤这个人 最大的优点了 他可以保证 每天晨昏二时的冥想苦修 也会抓住一切机会 学习保命的本领 这种毅力与决心 其实与他表现出来的 懒散并不一致 在这些日子的谈话中 范贤重点研究了一下 朝局中的重点 尤其是对于自己最陌生的军方 秦家 叶家 这两个开国以来的 勋救 增加了许多感性的认知 范贤愈发觉得奇怪 像叶家这样一个 世代中良的家族 怎么会和长公主那边 不甘不敬 但这个疑问 只能埋藏在他的内心深处 而关于江南的事情 林若甫 虽说不想管 但终究还是给江南总督 薛青 写了一封信 至于信里是什么内容 范贤也懒得理会 一路总督大人 会不会卖钱想爷这个面子 是另一回事 关键是岳父大人 为自己分析的薛青 此人的性格 薛青乃天子尽臣 为人好功而心思缜密 这个判断让范贤拿定了主意 此这样的臣子 最大的盼望 不过是做个名臣 那有些污秽的事情 自然是不肯自己出头去做的 而日后自己释出雷霆手段来 只要让薛青能够置身事外 事后将那一大庄功名送于他 他自然会在暗中配合 内库的走私还在进行着 海路上的茶几还在继续着 被明家的盘剥与薛弱一日未停 据苏州传来的消息 明清达 蛇属两端 却又没能真正的 与太平钱庄保持联系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 开始加大了 从招商钱庄掉银的份额 很好 半嫌心里想着 只要过了那个临界点 就是明家覆灭的时候 吴州城外近青山 所以遮住了大部分南向的赤烈阳光 加之山风清幽 烧服鼠闷 实在是 消暑度下的最好去处 半嫌异行人在乌州过得也是舒心 当远离政治那些事情的时候呢 他便会随着宛儿还有大宝 去四周的山里转转 打些猎物 觅些小剑 考考青蛙 与宛儿讲讲 领狐瓜子的故事 也有在山里过夜的时候 其实 樊兴点点 美不胜收 雀桥见河 银河 随风而去 樊仙怀里抱着妻子 轻声调笑着 高声喧哗着 夜观星象 却不知这天下大事 究竟是分是何 只知道牛郎与织女 一年一日的时辰 要到了 远离世俗烦扰 好生快乐 他夫妻二人 极有默契的 没有提苏州的事情 京都的事情 别的地方所有的事情 没有提海棠 没有提长公主 没有提皇帝 只是偶尔会聊聊此时 正在北齐修行的 弱弱妹妹 京都外 饭是庄园里 藤大家整的野味 得猪出产的 香美及鸡腿 一路西向 二人指山问山 遇水下水 遇小鹿子连之 遇独狼则凶之 于林旁西边行走 于牙畔云中流连 这是婚后 及难得的静默相处 仿佛身边的一切 都不复存在了 只有范贤 与林婉儿 这两个人 错了 依然还有大宝 不过 大宝的可爱 就在于 他时常都是安静的 这样的日子 总不能永远 持续下去 范贤 如果想 保有这样的日子 就必须 再次出山 再次走入 红尘之中 大宝 要跟着我们 范贤睁着眼睛 好奇问道 不是 送他到岳父身边 给岳父做伴的吗 林若府如今 独居无州 虽然族中子弟无数 可是身旁 真正的贴心人 存没有几个 而如今 自然是要随着范贤 如果大宝 也跟着他们走 那谁来陪伴 老了的这个 前相爷呢 子不在 膝下如同无子 这种孤独感 范贤是能够 体胃一二的 父亲坚持着 林婉儿轻声说道 经过这些日子 范贤的细心调养 加上山间的游玩 婉儿的身体果然恢复了许久 微润的脸颊上透着几丝健康的红韵 大大的眼睛上面 眼睫毛 微微眨着 范贤含笑望着他 轻轻握着他的手 说道 都成 数日后 那一列全黑的车队驶离了吴州 缓缓地向着东方驶去 沿路经过数座小城与大山 来到了一个三岔口处 这里啊 已经到了东山路的境内 这道三岔口 分别通往东山路之下的两个州城 东向乃是丹州 偏北向乃是郊州 你去丹州等我 我去郊州办些事情 范贤站在马车上 对车上的婉儿和声说道 顶多 驰个十天 婉儿当然知道 他要去郊州做什么 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但知道黄命在身 范贤也根本无法拒绝 只好在面上 推出让彼此心安的温和笑容 吐了吐舌头 说道 休要去 蘸花惹草 范贤迥然一笑 义公吉地 娘子放心 菜也不去路边摘了 坐在婉儿身边的大宝 一直表情木然地坐着 听着这话 忽然插话说道 园子里边有花 范贤微怒 婉儿微恨 大宝不知发生了何事 三人 就此 暂别 转游三岔口 往北行了不过三里地 范贤钻出了马车 伸了个懒腰 对身边的下属问道 准备好了吗 一切都准备好了 提斯大人 远方的山林侧边 隐隐可见一对冷峻 而带着阴寒杀气的黑色骑兵 正等待在那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 由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